各位呢,我們今天 Webbeno有三個平端平台 我們今天要用到的 是跟MQTT有關的 那MQTT其實說真的 在很多的這個 就是 就是我們講的物聯網的設備裡面 其實都 會用這個通訊協定 好像我們上網是用 TCPIP 對不對 是用這個協定 但是這個協定對物聯網來講 有點太龐大 因為他做比較多的確認 所以MQTT是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就是 這些裝置之間的互通 那因此其實MQTT不見得 只是用在Webbeno 您今天 包括 智慧家電 包括就是你要跟Arduino做溝通 甚至Webbeno本身 各個開發板之間的溝通 其實他都是用MQTT 那 MQTT可以是自己架 server 也可以直接用Webbeno 他本身也有一台公開 都要公開的 server 你直接借他的也可以 因為 這種server的流量 不會太大 為什麼 因為都是文字的 他只能在傳訊息而已 所以他不會像我們傳 影片啊 傳圖片啊 有資料量那麼大的問題 那 這個是他的特質 所以其實 今天 MQTT就是一個開頭 但是老實要用到這個功能呢 我們 原本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 Smart開發板 那這個開發板 如果 如果 用這個 或者是像那個 馬克一號 還是最早的 就是那個Fly 他就需要用到我們 簡報第3頁這個 雲端平台 目前模擬器 還有體驗板 他是沒有MQTT的 那當然我們簡報後面還有一個 就是像那個Webbit 就是那個像那個 Microbit一樣的 那個 還有另外一個板子 應該說另外一個雲端平台 或軟體 那兩個的話也可以用 就他直接就內建在裡面 所以呢 今天第一個動作要麻煩老師就是先到我們簡報第3頁這個 Flyder雲端平台 請來這邊 註冊的帳號 所以你看超連結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左邊兩個我沒有幫你做連結 怕你走錯地方 那 因為呢我們模擬器跟體驗板是不用註冊就可以直接用的 他在雲端平台是需要註冊一個帳號 那當然你直接用Google 帳號登錄是比較快 那如果沒有 你用信箱也沒關係 但是要去收一下認真信 好所以你自己看看哪一個 你覺得比較OK的就那個方式 註冊一下 好那你註冊好了之後 一進來 他會像這樣告訴你他最近更新了什麼 最近更新的10月4號的 這個兌換券 因為在這個平台上面他有付費的機制 有付費的機制 所以他會有這個所謂的兌換券 因為呢 Webduno也可以開外掛 所以他在上面就有這個 等於說你可以付費去買一些外掛存置來用這樣子 好OK了 那麼 您進來的時候其實平台上面你看總共有四個功能 四個功能 那麼 第一個那就沒問題就是原本我們Blocking 那第二個 第二個是我們現在 他在這個平台上還有多一個 很重要的叫做 裝置管 為什麼 因為老是只有一個 Webduno的開發板 你覺得還好 反正更新就是唯一格 可是今天你如果像 比如說剛剛提到15個 那你要更新你要做15次是不是就比較麻煩 像我手邊常常都超過很多個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更新 要做裝置管理 甚至以後其實我們物聯網遇到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那 除了程式本身的更新 你覺得任體有沒有可能需要說 有 對不對 所以 你要做 任體上的這個update 你就用這邊 只要你裝置連上線了 看你一次可以連起來 我就一次按更新 他就全部一起更新 所以這個在管理上很重要 那以後我們 物聯網 其實 會遇到的問題 就不是普及的問題 是安全性的問題 那未來的話 Webduno在這一塊 他也會把 就是可能會那個什麼安全認證的部分帶進來 因為前幾堂課如果老師上過或者之前沒有接觸過Webduno 我們現在其實很單純 就是你只要知道 Device IP 我就可以控制你的裝置對不對 這樣有點危險嗎 對啊 其實物聯網事實上後面就是 跟我們資安問題是一樣的 因為我如果能夠派進去 你的裝置 資訊接收什麼 我就可以收得到 所以昨天 有新聞在報啊 就是那個Facebook APP 你坐著躺著 因為他可以 讀取你的九軸的資料 我們行動裝置不是有九軸的那個陀螺椅嗎 對啊我們Webduno可以玩 所以我可以讀取你的陀螺椅 我就知道你是站著躺著 你的大概的方位在哪裡 所以說這個 也會有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那 那 所以你點進來你看 在這邊 好 因為 哎呀 我以為怎麼樣 好你看我的裝置 這些只是 上課的其中一部分嘛 那我那麼多個 如果要一個一個來更新 就會很麻煩 好 我們在這邊 在這裡 我們 要用這個功能 需要經過正正 需要經過正正 其實老師可以試看看喔 你手邊那個可以先試一下 不過你放心啦 你認證完之後別人還是可以繼續認證 就目前他安全機制上他並沒有把他鎖起來說你認證了之後別人就不能認證 所以等一下給試看看 好不好 等一下給你一起試看看 所以你進到我們這個 裝置 裝置管理這邊 那老師您看一下 我們就從上面這邊 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加號 增加開發板 那你把他點進去 好首先第一個 你先選擇一下你的 那個開發板是哪一個 然後呢 上面這邊 你的device ID要放進去 好 那 老實要注意一下device ID是有分大消息的 所以你把你目前這個設備 的device ID打進去 好我現在打進去 老實那個device ID在你的那個 紙盒上面 對對對 您如果找到確定了 那當然你可以做一個註解 如果這顆是我 專屬的 你就把它註解一下 這樣以後你比較好找 好確定 好因為我的已經存在了 在下面 那 我先把它 移除一下 我移除好了 確定 好加進來 但是你這樣加進來 你可以加我也可以加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經過的動作叫做認證 那怎麼樣認證的 您看一下 在這邊 現在 他已經在這裡了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個認證 有經過認證的 就是有打勾勾的 這樣你要更新認底啊 什麼才可以 好所以 您進來之後按一下認證 這個時候他會請你把開發板 先怎麼樣 連上網路 所以你要確定他可以 連到網路去 網路去看 我們現在在等 如果老師OK你按氣來誤 那 他會 問你 請你移除地 為什麼 確認表面在你手上 萬一這個裝置一直在線上的 就是 你也可以幫他認證 所以他確認之後你不會把他斷電 能夠斷電表示在你手上 好所以 你 按一下確認 他就知道說這個裝置 真的在你手上 他這個部分 是你要等於說你要在雲端上做 所以如果他把他裝 坐在這邊 那他的 這邊的反而比較麻煩 你等於要多 比如說像他那個做初始化的動作 其實就是靠上面那個小小按 你要按的時候其實不好按 對 好這樣老師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認證完了 那我今天就我要做 所謂的更新 我就可以看你一次 幾台 連上線的 就是後面這裡有勾勾 綠色的勾勾OK 那我就可以點起來就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更新版本 你們可以幫我更新沒關係 因為我那幾台應該那幾個可能我沒有更新到最新版 有點忘記了 好你看我把他按下去 那他就會問你 跟你講你要保存在線上 因為我現在有的是沒有在線上 好那你按更新 這時候他就會出現 你會發現我們開發版上面的這個燈 他會亮如果按下更新他會亮藍色的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會建議大家是 就是你的電源上是穩定的 因為如果不穩定萬一更新過程 比如說斷電 或者是 離線了 那就有可能 你要送廠維修 因為任體更新失敗他這邊是沒有那個 直接復原的 好所以這個部分老師要注意一下 等到他 亮藍燈完了之後 他會重新開機 那就變成 先亮紅燈 連到我們這邊的WiFi 然後再連出去 這樣子 這樣老師OK 好所以這個過程大概是像這樣子 好所以 您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以後 如果老師 要更新他任體 管理的裝置 你就比較方便 這個是我們 補充一下就是他的那個 管理裝置的部分 好另外呢你看 下面還有兩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模擬器 這裡有那個Micro 就是Webbit那個 但是左手邊這個版本他現在其實比較沒有在文庫 也就是說因為他現在那個那個 Webbit那一塊他現在比較推的是教育版 教育版 那教育版另外一個 有另外一個那個平台跟軟體 那麼如果你要用這個也可以用 他使用的就是我們現在這個blocking系統 就跟各位現在 平常看到的是一樣 但是如果是那個Webbit教育版 他又把機目再更簡化 所以你會發現要 寫的層次就越來越少 等於說你的機目更容易就 拖拉進去反正就代表 他那函數都幫你寫好 所以只是 提醒大家這個地方比較少 目前他的模擬器的部分 原則上是跟我們現在外面免注冊的 還是一樣 他以前的 想法是這邊還要有比較新的東西 可是 最近這幾個好像這一塊也比較沒有 就是再更新 所以原則上是跟 我們現在用的免注冊版本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目前進到雲端平台主要來是這兩個位數 好 右側邊的裝置管理大家會的我們先看看這個 blocking的程式機目 我們看我把它點進來 可是你會發現 好像跟我們之前用那個 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之前體驗版 或者是 模擬器是一進去就用了 可是這邊的 不一樣 這邊要先做一個動作 老師你看我們簡報的第六頁這裡 他第一個動作 他要怎麼樣 先新增一個專案 也就是說你這樣要用合理理佛 這裡面還有專案管理的通能 如果我們用的是 模擬器用的是體驗版 他 層次寫完我們只能讓右上角有個鏈子有沒有 去產生 可是你今天程式改變了 你又要再產生一次 等於說你之前 存下來那個 是一個版本 後來改的又是另外一個版本 所以你連結要更新 沒更新 就沒有 但是我們在雲端平台這裡 他有管理的功能 所以 其實你的檔案 產生了共享網址之後 後面都是同一個 有點跟Google的那個共享 連結是一樣的 好 你看我們先來新增 首先老師可以看到上面這裡 各位預設的應該是20 這裡應該是20 然後後面跟我們一樣是01 有沒有 這代表 你的這個版本 可以最多有20個專案 就在免費的狀態之下有20個專案 那我的是有跟他多要幾個的 我另外一個叫他是1000個 但是老師不用擔心 是因為 我們在雲端平台這裡 如果你真的 我就超過要超過20個了怎麼辦 除了付費以外 你可以把這個程式匯出來 也就是說他有程式有匯入匯出的功能 那我們在那個 體驗版這個模擬器是不是就沒有這個功能 你看到別人了你只能怎樣 自己 自己再做一次 他沒有那個匯入的功能 所以這邊有 那這是 他不一樣的地方 那右手邊這個雲端部署等一下會介紹 這個是雲端部署 那我就先按 左上角這個加號 所以您先來這邊按一下這個加號 好給你 專案一個名稱 OK 好我按新增 這樣老師有沒有感覺到 又回到我們原本的 對不對就是這個地方是老師在使用雲端平台 跟我們之前用的體驗版模擬器不一樣的 那因為他有專案管理的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裡 好像沒有那個鏈子有沒有發現到 右上角是沒有那個鏈子 你看我們的模擬器 體驗版 通通都一樣 好你看 好你看 進來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鏈子 可是 這邊是沒有 好因為呢 你只要一改變了 跟Google文件一樣 自動儲存 好你看喔 您注意一下 待會我上面這裡的變化 比如說我現在 我就增加一個開發板進來 好丟進來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以前輪變更 所以只要你要改變 他會自動幫你儲存 那你共享的話 是在剛剛 管理那邊去做 好那等一下怎麼共享再跟各位 介紹一下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進來 那第二個 他除了剛剛新增專案的方式不一樣的外 你看看左手邊 上面看起來功能都一樣 基本的進階都一樣 沒有啦 不一樣 這裡有多啦 上面這三個 這三個 四個 這個我忘記你們有沒有 原則上這幾個是屬於 就是那個外化程式的 所以你們應該是沒有 對不對 影像複動 應該有 也沒有啦 不好意思我做了一個 哈哈 但是下面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那個MQGT有沒有在這裡 可是你看那個影驗板就沒有出來 另外 因為他在這邊 有更反省 所以你往下 你會發現 發光元件 你會發現 OLED LCD 全彩連體鎮 7段閒置器 這個也是 也沒 等於說他在雲章連體鎮 支援的 你的電池更豐富更完整 那另外呢 你看 書目付出 這裡還發光 像 小碗 小碗機 電子放秤 你看 還有冷氣的 還有門機站的 通通都在這邊 這樣老實說會去玩按摩 有點累 有些東西我們沒有放進來 因為 就看 要做 另外你看 環境偵測 這裡面他光溫濕度計 電子螺版 顏色偵測 光度計 那溫濕度 另外一個 還有 之前有段時間比較流行的 PM2.5 很多ACUNO 我們在說 PM2.5 他也是在這裡 那另外像這個 三種加速器 這也是另外額外買的 就是說你不用手機嘛 那我就是另外買一個 就是 加速器來偵測 此外呢 在這裡 無限感應 你會發現 RFID 這個有 體驗版有 可是像GPS LOLA LOLA是另外一種 長距離的 通常用在什麼 農業 農業這一塊 因為我們的WiFi 是不是大概 應該是WiFi差不多250公尺以內 就是如果沒有平地的話 可是LOLA是可以更長距離的傳遞 他也是遠 另外 如果你去買那個GPS的 你覺得我今天不上手機 我可能是 直接裝在裝置上的 那他也可以用 還有你看 玩具 誒 有沒有發現可以跟樂高做接的 但是樂高是比較貴的 所以有些學校目前遇到 幾個像南投 那個叫曹童高商 然後還有 哪一個學校他們就是 整個學校就是有拼 就是用以那個樂高為主的 這樣他們也可以玩 另外資料庫的部分各位在看一下 我們體驗版只有Firebase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視尚感 Google的視尚感 所以如果老師要用到這些功能 你就必須 使用到我們的那個雲端平台 那擴充功能當然就是 額外再增加 另外你看到左下掌聲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齒輪 這個齒輪很重要 因為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恢復恢出的功能 你今天要把你的專案 要把他 匯進來 還是匯出去 就是透過這邊 那 老師有沒有一個問題 如果 我在 體驗版這邊 已經有了一些程式 怎麼辦 可不可以叫進來 可以 你看我這裡 體驗版的 我產生一個連結了 對不對 我就把這個網址 複製起來 然後來這邊跟他講 我想要匯進來 可是我匯進的是這個連結 按下去 給他連結 好 會覆蓋掉 會覆蓋掉 確定有沒有進來 但是比較不好意思 模擬器沒有 很討厭 模擬器他就不給我進來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體驗版 之前寫過的 沒關係 就這樣掉進來就好 所以其實一般 你會發現在我簡報裡面 我通常都會提供 就是8個你的版本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匯進去 你就直接匯進去就好了 這樣你OK 好 所以 我們剛剛在這裡就是像這樣 那匯出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如果 您的專案數量 已經快20個了 就不夠了 那我就把一些比較暫時不用的 就先匯出來 也可以讓他做備份 其實他現在這種方式在那個 Webbit那邊 就是我們的教育版那邊 也就是這種做法 所以我可以把他匯出 那他會變成一個 Jetion的版本 好這裡是SML 有沒有他之前是SML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打開看看 但是 你可以把這個備份起來之後下次就是 從上面這裡匯入選擇的檔案 這樣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先把 我們今天 要用到的這個 雲端平台的部分 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這樣你可能對 跟之前學的那個 體驗版 和模擬器 就會有比較 清楚知道說他大概差別在哪裡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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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